无非就是个命名而已 我把各种感觉集合在一块 我给它命名 我把它叫一也可以 当然我可以单独把它叫 我说这是一个红 这是一个印 这是个香 这是个甜 也可以 然后我把红香印甜 合这一块叫它是一个苹果 也可以 所以这只是一种主观的命名 它这就是唯明论的 它不存在实体 都是我们一个名称 给它那个名称 然后把这些性质就合在一块 我们这样就不需要一个机质了 这个名字就是它的机质了 但是名字明明是完全是主观的 是吧 你把它叫苹果 它把它叫另外一个东西完全是可以的 是吧 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样一来它蕴含着这三种可能性 而这三点在它第二本书里边 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下面再看看它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 那么第二本书里就是人类理 人类知识原理 在人类知识原理里边 背开来最主要的观点都表述出来 这最主要观点无非就是两点 第一个叫事物是观念的集合 第二个叫存在就是被感知 第二个叫存在就是被感知 在这个问题上 贝克莱整个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他最这个做法是这样的 像我们刚才说了 贝克莱认为我们所有他还是从经验论出发 我们的所有知识都来自于感觉经验 是吧 那么我们对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比如说是一个苹果和不管是个什么东西吧 就这样有个东西 然后我们对他开始进行认识 我们感觉经验 我们过去没有经验之前对他一无所知 现在我们开始对他产生经验 那么我们就说 我们要对他产生经验的前提是什么 产生感经验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说 我们就要姑且说他是个东西吧 但这个东西呢 他之所以能够被我们感觉 是因为他具有可感性质 是吧 如果他没有可感性质 我们就感觉不了他 是吧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一个具有可感性质的东西呢 他一定是要能够跟我们的感觉连这一块 一定被我们的感觉才能说他有可感性质 如果我们没有对他进行感觉 我们也不知道他有可感性质 是吧 那么这样一来了 这个事情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还是客观 是吧 客观上 我们说是一个事物 一个物 这个物啊 我们姑且把它说成是可观的 是吧 那么这个物 自为一个物了 我们自为一个物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作为经验论者 你说有个物 那我得经验到他 我才能知道他有物 是吧 我没有经验到他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物 那么 他如果要是作为我一个经验论者 所认可的物 那就是由于他 肯定可以给我经验吧 是吧 也就是他一定得被我感觉经验 那么 他一定得被我感觉经验 他有这种性质 就是可感性质 这种可感性质 肯定是可观的 是他本身的 是吧 他做一个物 之所以成为我的对象 成为我认识的对象 感觉经验对象 就在于他有可感性质 如果他没有可感性质 他就不是我对象 比如上帝 是吧 上帝他没有可感性质 所以他不能成为我认识的对象 因此上帝我们不能说 他是我认识的对象 我只能说他是我信仰的对象 是吧 他不是认识的 因为他没有可感性质 那么任何物 之所以要成为我的感觉经验的对象 成为我的认识的对象 就在于他有可感性质 可感性质固然是可观的 但是呢 所谓可感性质 肯定是因为跟我们的感觉连在一块 是吧 因为没有感觉 你怎么能说他有可感性质了 所以感觉是跟可感性质连在一块 是有关系的 但是来自了 感觉觉是主观的了 感觉是主观的 可感性质是事物本身的 对吧 然后呢 洛克欣一步 贝克莱进一步认为了 那么在感觉的进程 我们可以形成观念 比如形成这个物的观念 关于这个 比如这个物叫苹果 我们形成一个苹果的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从哪来的了 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 贝克莱认为 就是对 可感性质的感觉 就是对可感 事物的可感性质进行感觉 就形成了观念 是吧 所以 我们可以说观念是什么 就是对感觉到的可感性质 是吧 比如说 举个例子 现在有一个物 这个物有一个可感性质 就是 一种颜色 是吧 我们说 一种颜色 是一种颜色 是吧 那么这种颜色 我们感觉里边 感觉成为红 红色 是吧 那么我们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观念 就形成了一个红的观念吧 这个红的观念就是我们 感觉到的 这个东西的可感性质吧 当然 这个东西还有别的可感性质 比如它还有硬 我通过另一种方式 又感觉它硬 是吧 我应该对它产生感觉 就是触觉吧 也产生感觉 然后又形成一个硬的观念吧 这个硬的观念 也是我的触觉 对这个物的可感性质的一种感受吧 然后我还 它还甜 但是我通过舌头 味觉 我味觉 尝得它是甜的 那么我要形成甜的观念吧 因此 所有的观念都是 对一个可感性质的感觉吧 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本来我们说 这个也不错 是吧 任何事物 如果说有我们的对象 它肯定具有它的可感性质 然后我们通过感觉 要是掌握到可感性质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形成观点 这没问题 但贝克莱的要害在哪里呢 贝克莱的问题 关键就在于 他把可感性质等同于感觉 他把可感性质等同于感觉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感觉 它是反过来说的 如果没有感觉 当然就无所谓可感性质 而没有可感性质 当然就无所谓这个物了 因此 不是由于有物 然后物有可感性质 从而决定了我们有这样的感觉 它不是这样 而是它相反 可感性质就是感觉 你只有感觉你才能知道可感性质 那么 真是因为有可感性质 所以我们才能说 有这么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物 而是什么 而是红 而是印 而是香 而是甜 然后有了这一些印香红甜一块 我们合的一块加个名字叫苹果我就完了 那是个命名的过程 不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而是有这一系列的观念 我把它加的一块加个名字 这样一来实际上呢 贝克莱的程序和我们文物主义者正好相反 是吧 我们是假定 先有物 这个物有可感性质 可感性质就是我们感觉 然后我们对它产生了一个观念 是吧 通过各种各样的感觉 对它各方面的感觉 最后说 它叫苹果 是吧 然后我们说物有可感性质 然后可感性质 我们感觉这时候经验才发生 在经验发生之前 我们首先假定了有物 是吧 贝克莱能反过来 它从感觉开始 经验的我只能从感觉开始 我只能说 我感觉到 那么我感觉到这么个东西 这么个东西就是个可感性质 而这个可感性质 就有个东西吧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不是一个东西 就是可感的一种性质 实际上它们物本身就同化 消化的可感性质 因为我只能感觉到可感性质 我感觉不到可感性质 背后的物 如果说我能感觉到 可感性质背后的物 那这个物还是那个可感性质 简单的说 我通过我眼睛 我只能感觉到 那么一个东西的圆和红 而这圆可能还是我 按照头一个观点 视觉心论 那还是我原来的一种回想 一种经验 一种心理的 有一个联想而已 我通过我手 我通过我的足球 我只能感觉到硬 这个感觉 我通过我的鼻子 我只能感觉到香 至于你说后来还有霧 让我感觉不到 因此 背感来说是把这个去掉 到这样就完了 从这样开始 到这样 是吧 那么这样一来呢 感觉就是 感觉的结果就是可感性质 而可感性质无非就是感觉 而可感性质的感觉就是观念 因此 贝克莱的做法通过这样一做 他就把物就变成观念了 物实际上就是观念 是吧 物就是一个一个观念 比如说哪有苹果啊 苹果是什么 苹果就通过我的视觉 就是红嘛 圆嘛 通过我的视觉就是硬嘛 通过我的嗅觉就是香嘛 通过我的味觉就是甜嘛 然后 红的 加甜的 加香的 加圆的 加圆 加圆的 加圆的 加这一块 我给他命名 加苹果 于是他就吃苹果了 是吧 什么叫银果啊 什么叫事物啊 事物就是这几个观念把它汇合在一块吧 所以物是观念的集合吧 所以所谓物 任何一个物都是这样 我这个物是指贫果 别的也可以 一块石头 一本书 一个黑白 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你对他的各种感觉而产生的所谓的可感性质 加这一块 然后给他一个命名吧 我说他是一个东西 他就是一个东西 其实他是很多方面的东西加在一块的 是吧 但是我说他是一个 我就说他是一个苹果 他就是那 他就是苹果了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贝可来最关键就是 把可感性质等同一感觉 然后从感觉推出可感性质 你们可以博持他 你们在什么意义上博持他 你们在唯物主义的力量上博持他 是吧 但是他说我是个经验认证 是吧 他同样可以博持你 他说你怎么知道有个物啊 你没有感觉性质 你怎么知道有个物 你是从性质出发 而我才是从科学出发 我是说我的前提就是 一切知识都来自于感觉性质 而我就从感觉性质出发 那我现在感觉首先我感觉的一样感觉到红 然后我又感觉到一个印 我又感觉到一个圆 我又感觉到一个天 是吧 然后我出于一个命名 文明论 我把它合在一块 我给它命名 把它一集合 圆的观念 天的观念 下个观念 我把它集合在一块 然后给它个名字叫苹果 于是苹果就是 这些观念下个一块嘛 就是苹果 就是苹果 是吧 你这个你很难博到他 你几乎没有办法博到他 除非你说的 你说错了 因为有 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数 是吧 那还有反过来 你怎么知道呢 你是从现在人出发 还是从经验人出发 你从现在人出发 我谈都不跟你谈 是吧 你从经验出发 你没有经验以前 你怎么知道有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数 是吧 所以他这个观念 你很难博到他的 尽管你看得很有了 荒唐 但是你想想 你要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想想 他是有道理的 这是那个背后的东西 你没有感觉到吗 所以这样一来 好 那么继续来 物是观念的集合 那我们就说 一个东西是否存在 关键就看你能不能被感知了 是吧 你感知到他 他就存在 你感知不到他 那我就不能说他存在 我就只能说他不存在 是吧 因为 我现在有的 就是一套观念 我关于世界的所有的知识 就是被观念 然后我把他 通过唯明论的方式 把他几个观念合在一块 给他一个命名 他就成了这个东西 几个观念合在一块 给他另外一个命名 他就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是吧 所以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的观念 而观念呢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问题了 观念 现在 北凯南认为观念不依赖物 是不是 因为没有物 物 物或者是观念的集合 因此观念不是物的结果 反过来是什么 是物的原因吧 因为物是观念的集合 是吧 所以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就不能用物来解释观念了吧 因为观念只是物的结果嘛 你不能用结果来解释一个事故 是吧 而观念是物的原因反而 所以 我们就不能从物上来解释观念 那么我们不能从物上来解释 我们总得从什么地方来解释 这个观念它必须存在于什么地方 哎 这个地方北凯南就说 还有个心 精神 这个东西它认为 哎 这个是存在的 啊 而观念呢 就是寄托 观念感觉都是发生在心上面 都是发生在精神上面 因此呢 不是用物来说明观念 而是用心来说明观念 观念必须复照于心上 存在于心中 是吧 也就是观念 感觉 这些东西当然都要在我心中发生嘛 是吧 因此呢 任何事物说到底 就是看它作为观念 是不是在我心中发生 是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一个东西存不存在 就看它在我心中发生的没有 所以存在就是被感知嘛 心中发生就是被感知了 当然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贝克莱不彻底 贝克莱 他否定了物 但是他 强调有心 心是什么东西呢 他如果这个不用说了 直觉嘛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有个精神嘛 都有意识到我嘛 是吧 但是呢 这个问题后来 肖默下就指出 这个心本身也是个假设 是吧 你只能觉得 你只能感受到你的内心活动 但是你不能感受到 那个进行的内心活动 那个东西 是吧 正如你只能感觉到事物的那种感 可感性质 但是你不能感觉到 那个东西本身一样 是吧 这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贝克莱就保留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心 所以他认为 就是说 存在之都被感知了 那么这样一来 那么贝克莱 所以他的毛头呢 是对准这个物质 尤其是洛克所说的物质实体的 但是他并不反对精神实体 他并不否定这个心 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 是贝克莱的疏忽还是友谊 但是呢 很明显 他始终都把毛头对着所谓的物质实体 因为在他看来 他说物质实体是个什么东西呢 因为这个观念 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心 因为观念总体在哪个地方存在 所以说观念在心里边存在 是吧 不能说你的心也没有 那些心没有 观念在哪里存在呢 飘出空中 那不行吗 观念肯定在你的 是你的观念嘛 你的观念肯定就得在你心中嘛 所以这很简单 自然而然就得出肯定那颗心嘛 是吧 而观念跟物没关系 反而观念是物的原因 因为物是观念的集合嘛 这样的呢 他就把物 尤其是物背后的物质实体 但是他 他还是承认物的可感性质的 是吧 可感性质因为跟感觉原来之外 他不否定 但是他否定这个可感性质 是奈以作为支撑的 奈以存在的那个所谓集质 那个洛克说的物质实体 我们现在回应一下 洛克怎么说物质实体 洛克认为物质实体 虽然我们不能知道 但是我们必须假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个集质 是吧 就是任何你可感的性质 都必须依附于他 否则 这些可感性质就等于是 所谓无言之水 无本之物了 是吧 你就无以复着了嘛 所以他是这样假定 但是贝克莱就对这样的信心批判 贝克莱就认为 一般人坚持承认 坚持谈所谓物质实体 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所谓机质 第二个原因就是所谓来源 是吧 首先就机质而言 洛克说的 就是说 这些可感性质必须 复着于某一个所谓的实体之上 贝克莱就认为 这个没有道理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通过反省 获得的观念 本身也没有一个物质实体 反省是内心活动 是吧 你洛克本人就承认 有反省这样一个 获得观念的途径 而你反省的这一行观念 本身不需要依照于物质实体吧 因为反省完全可以不要感觉 不用看对客观世界 我就可以进行反省吧 那么首先就证明 有很多观念 根本不需要所谓的机质 不需要物质实体 他一样可以产生 反省他的观念都是这个 是吧 再加上 贝克莱说 你洛克认为 那个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啊 一个是客观的 一个是主观的 是吧 而那个客观的 所谓的广言那东西 反过来有时候 往往把它当作机质了 是吧 然后设身相关复着于他上 而洛克 贝克莱认为 如果设身相关是主观的 那么广言同样也是主观的 如果设身相关离不开我们的嗅觉 味觉 这个视觉 那么同样 广言离不开我们的触觉啊 这个地方 如果贝克莱的观点 就不同于视觉心论了 在这个地方 贝克莱认为 不仅是视觉 嗅觉 味觉 是产生主观的东西 同样 他认为触觉也是主观 他就不像在视觉心论认为触觉的广言还是客观的 他认为触觉也是主观的 不同的人摸的东西也不一样 不同的触觉能力也不一样 那确实是这样 这个触觉能力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主观上不一样啊 你看那个比如说他们有些人喜欢打麻将 我看他们有些人手一摸 他就摸出来是个什么东西 你去摸我摸摸不出来嘛 是吧 那确实他就是一不一样的 还有我说还很精细的 是吧 那确实是 那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被他认为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主观的 都是你主观感觉 是吧 而主观感觉 你触觉也好 视觉也好 味觉也好 都产生了一些观念 然后这个观念和这块就是这个物嘛 因此从这个地方 根本没有什么机制 这个机制根本不需要 是吧 他实际上都是观念的集合 不需要一个机制就够了 都是观念的集合 都是通过我们不同的感觉 然后把它合在一块 然后给它一个命名 所以就构成了一个物 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要 这个所谓的机制 是吧 这是反对机制说 其次呢 贝克拉佑认为 所谓来源说也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实体啊 因为我们说啊 这些可感性质需要一个来源 是吧 我们就要问 这些可感性质本身可不可以感 这个机制本身是不是可以感觉的 如果它本身都不是可以感觉 它怎么能成为可感性质的来源 是吧 如果它是可感觉的 那它还是离不开我们的感觉吧 那它也不是所谓尸体 尸体就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如果它本身是可感觉 那么它就离不开我们的感觉 如果它不是可感觉 它怎么能成为可感性质的来源 但是这种是博持也没什么太道理 对吧 但是好像说起来真真有之 因此啊 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 贝克拉认为 物质实体啊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 都是不必要的 不需要这个机制 这样可以有 我们可以形成民国的观点 就是把观点加在一块 跟他命名就完了 干嘛非要背后有个东西呢 不需要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从来不能认识 而且贝克拉最根本的事 抓住洛克说 你洛克自己都承认 你对这个实体一无所知 你既然对他一无所知 你为什么说要有他呢 一个一无所知的东西不就等于无吗 是吧 所以根本就没有物质实体嘛 所以在这样 最后贝克拉从他的宗教的那种情怀来说 他认为实际上 物质实体是唯物主义的盟友 因为唯物主义总是要搬出物质实体 是吧 而他认为消除了物质实体 也就把唯物主义最后的必来所 把无神论者 把无神论的必来所最后给醒出来 而他是个宗教主 他是个大主教 是吧 他认为无神论是个很糟糕的 无神论是靠什么呢 就是靠警报着物质实体嘛 所以把物质实体给他搬了 无神论也就完了 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是天然的盟友 所以把唯物主义的这个物质实体 这个基石给搬掉 无神论也就完了 所以这样一来 他就把物质实体否定以后 没有物质实体 一切只不过是可感性质 而可感性质离不开感觉 感觉当然离不开心灵 所以物是观念的结合 是吧 而由于感觉和观念离不开心灵 离不开我们的感知 所以存在就是被感知 这一来贝克莱就把洛克的经验论 就推到了维吾伦 一切都离不开我的感知啊 存在对不对感知 这一来当然就会导致很多人说 那我不被你贝克莱感知 那我就不存在了 那很容易就导致很荒诞的结论 所以这样呢 贝克莱又面临这样一个荒诞的 他怎么再修改 于是他在他第三本书 就是《哲学对话》三篇里面 要提出怎么样从一个 他把实物观念化 然后怎么样再把观念客观化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上午呢 就先讲到 贝克莱怎么样完成了实物的观念化 然后我们明天晚上再讲观念的实在化 是吧 好 好 好 谢谢主持人 明天晚上六点半钟上课 还在这儿 六点半 是真的 哎 嗯嗯 嗯 很大